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2年 10月11日 星期二 今天 是我們星期二正日 聯合廣播 我們就經過我們的政治局會議開幕 開會之後 決定 第一次 中央全體會議 開完這個會議之後 我們全體一致通過 暫停我們的直播 因為 工作量增加了很多 真的領舍辛苦 而且 收視就沒有什麼多度 以我們的數據來說 沒有什麼效益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主要我們的節目是 我們做 恆常節目就不是做直播節目 如果我們要 做直播節目 就是另一條模式來的 我們應該也是做直播的 這個我們很明顯已經不是 不是向這個方向做 沒錯 所以 要取消的 其實是排他的 即是排他的 即是直播 即是常規節目 你不要開車 小巴 你又想開的士 開車的士 你又想轉回小巴 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也是經過一個 我們的數據分析了之後 也是 不做直播了 做了恆常節目 不過我們接下來會多些聯合廣播 可能隔一兩天就會做一次聯合廣播 彌補沒有直播的聯合時段 也是 增加 節目的娛樂性 增加了可聽性 互動性 對我們有益的 我們 小量的 聯合廣播對於刺激 我們的想法和分析是會有增加的效果 這一節真的要跟大家說一下 香港 由亂 入治 由治及興 這個好像寫歷史書 我們稱之為家超中興 中興這個大刀會 中興這個大刀會 香港終於成為大刀會了 很可惜 刀就是一把刀的刀 沒有出了 knife 真可憐 大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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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名的 我想是近一百年歷史 或者二百年歷史 應該叫做大刀王 那他就很有名了 之後 也有很多大刀隊 打日本人 實際上那把刀打日本人 就是義倫極石 那些純粹是戲劇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但是 香港 就把這個大刀 發揮到極致 我覺得 他會令到香港再創高峰 他好像震興了這個刀業 刀在這個現代的世界 裡面的使用 是很低的 尤其是現在 尤其是1980年代之後 香港 興起了散港奇兵 他們用AK47 重火力 變成刀匪 在香港越來越失色 適眉 適眉了 好像那些行業的辦館 加超在2022年 振興了這個行業 振興了刀業 令到香港 國際大刀匯 為甚麼呢 因為 我們 很感激一個前立法會議員 陳佩賢 他製作了一個路線圖 香港大刀匯路線圖 我們將香港的 近年在2022年發生的 和刀 相關的暴力案件 全部 輯錄了 在地圖上 令到香港這個大刀匯 有清晰的路線圖 發光發熱 把香港這個大刀匯發光發熱 首先說說頭條先 香港騎兵的時候用甚麼來唱的 AK47 那些不是大陸 5、6式的槍 5、6式就是AK47的翻版 其實是道版 大陸道版的AK47 那個年代的港產片經常說黑星手槍 黑星 他們主要是黑星 黑星手槍根據我們的資料 都是抄襲蘇聯的 蘇聯有一隻叫TT手槍 也是一隻翻版槍 其實中共是甚麼都抄襲的 因為當時 蘇聯提供了武器 他們就照覆制了 後來 教式徒弟 武師傅 蘇聯賣 他們也也賣了一份 更加低的價錢 現在都在做的 淘寶 叫你啪啪 全部的東西 他們是沒有設計的 因為他們是完全沒有知識產權的 因為他們是拿人家就算了 他們是沒有設計 但是拿了所有東西就照買 然後你卻在賣貴貨 他們卻在賣便宜貨 坦白說 真的想買便宜貨 就真的會跟大陸買的 因為真的便宜了很多 大陸有很多假東西的 以前我們80年度回大陸 一定會有衛康袋買的 那些膠袋是複製香港的衛康袋 是做了一模一樣的 我也想補充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他雖然是大陸生產 但是如果他在外國市場 質量跟你賣給國內人內銷的貨是相差極大的 如果你買大陸貨 就是 我不擔保你不一定會爆炸 但是如果你用賣給國內人的那些版本 你的爆炸的機會就大增 如果他那些是做外國市場 賣給外國市場 安全很多 因為他是QC的 鬼佬會彈他中的 很簡單的 因為很快就被人扔回頭 永遠不用賣 所以 他出口到外國的貨 因為他有相對質素是有保證的 我們首先 在說香港大都會重建 之前記得支持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幫我們無限烈點擊廣告 我們被人停了這七天 其實 我們看主頻道的廣告下跌了很多 就是想搞到你 我們基本上一年都被人打壓兩次 沒有辦法 始終都避不過 尤其是習近平也那麼厲害 我們會放心 再大力一點 如果是經濟環境不好的也不要緊 記得免費無聲支持我們 多點在下方留言 增加那個退送率 以及將我們節目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歡迎五毛留言 不過你會被痛擊 他留言的時候會令到覆蓋率增加 所以我們繼續痛擊五毛 我們說說剛剛發生在昨天中午12點 一宗尖沙咀發生的珠寶行劫案 兩個藍鴉藥男子闖入廣東道8號英皇中給了珠寶 他們先說要看釋軌那條翡翠肉食的項目 那個據說市值是2200萬 我真的想不到2200萬人指一指 職員拿給大家看 原來是監獄 監獄 監獄 監獄的嗎 生意好嘛 如果有人走進來 沒辦法了 拍烏鷹拍了那麼久 找個人也沒有 什麼都好 有人肯看 先殺著 有人肯看 人家開單 人家開單 結果 警察開單 這兩個是一黑一白 一個穿黑衣 一個穿白衣的 黑白大盜 突然間亮出一把 很長的牛肉刀 指黑店員 然後 向外面街逃去 那些人 有一輛私家車 還沒抓到的 其實用刀犯案的 好處 不如跟他講一下 犯罪也方便吃 你用 高火力的武器 當然你打擊的時候會比較順利 威力比較大 但是你被人追蹤到 你的源頭的機會就大很多 但是你用刀 就很難了 因為越通常的武器就越難追蹤的 例如你拿一支 特製的武器 越特製越容易找到你 所以現在 近年 這個世界多了很多 DIY的武器 然後 就很難搞了 因為他無法追蹤 不知道你的源頭在哪裡 以往 香港也說 逢那些黑社會通常用刀手斬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如果出到槍 警察調查的力度會加強 以及你找到武器的源頭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義於攜帶 一把刀放在公文袋裏面 用了報紙包著也行 一把刀 隱藏性夠高 符合幾大特質 武器的容易攜帶 容易隱藏 這是一個居家旅行 打劫殺人 必備的武器 我怕是行山魚 就像建制派所說的 煉龍牆隧道 不然封馬大刀出來 在旺角街頭揮舞的時候 喜歡吃水果 沒錯 那我們 這個是 其中一宗 還有很多宗 持刀 去追斬人 其實我覺得 整個 大刀會的興起 跟香港的這個 極度出色的司法體系有很大的關係 對香港 特殊的案例使得這類型的案件 得意興起 因為那個 用刀的人 一般來說會使得香港的法官 感覺到他們的情操 比較高尚一點 所以使得用刀的人 覺得比用槍更加 高級 不過 不論用刀用槍 警察也抓不到人 之前在蘭桂坊在中環那裏開槍 打斷手 那裏還沒有抓到人的 槍也沒有抓到的 挺好東西 真的是 走著致遠 一把刀就搶了 2200萬的珠寶 門檻越來越低 那我就會犯案了 最重要的是得手率 高之餘 而且失手被擒的機會又低了 坦白說 我們真的認真判斷 我們真的覺得 警察現在做事 懶惰了 2019年很多 他覺得2019年我已經做了十年了 我現在好像徹底是躺平 我們真的留意了很久 還有現在警察他們有一個身份叫功臣 首都衛士 像當年的六四的時候屠城的首都衛士一樣 沒有軍衛主席 建制派的藍絲和狗官最喜歡說這個叫做恥寵生嬌 那時候那些藍絲和狗官很喜歡說這個叫做恥寵生嬌 所以叫他們去英國 去洗英國的薯寵生嬌 現在那些警察是不查案的 我們發現了很久 也查不到 他們這些案件是無頭公案來的 另外一個原因 一是他們恥寵生嬌 而是他們那個上位路線 受到源頭倒折 被人封了頂 自從這個 我們稍後再說鄧炳強 自從他們有一群人 升職封頂之後 他們查案的動力 是 一天暴跌了九成 好像崩盤了 現在香港 變成了一個大都會 除了這宗朱寶建案 還有很多斬人案 周圍也發生了 每天都有 我們不斷說一下大家這個 大都會地圖 既然做了出來 不斷說一下 發現 刀案多得不得了 我們從頂開始 這個叫做廣東道8號地下 這宗是 2022年10月 10月10日 2000萬劫案 然後第二宗 10月9日 泰和街 遊樂場 其實不如這樣吧 因為這一節太長 我們可能要多開一節來說 因為這麼精彩的 大都會的 建立 其實好像是獨立的 好像是劉邦打江山 又或者是朱元璋打敗陳友良 那麼精彩 我們沒有可能失敗的 我們下一節回來繼續跟大家詳細說 好嗎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生了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